对照一下美国兵推里面 所显示出来的台海战争的样貌 会不会完全照美国兵推的方向去走 当然不可能完全 这个照美国兵推的方向去走 但是也有很多的参考的价值 这个参考的价值 虽然美国一再信誓旦旦 要求城镇作战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城镇作战 就让美国推出来说 城镇作战就是焦土战争 焦土战争就是不惜一切 所谓打到最后一个人 当然全世界战争从来没有出现过 打到最后一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军也这么讲 德军也这么讲 到最后还不是军队整批的投降 所以打到最后一人 那个是一个军事上没有意义的一个结论 也没有意义的说法 你打到没有办法打的时候 你只能投降 像二次大战的日军美军 那我们谈 那要求台湾打焦土作战 除了说要主动炸毁台积电以外 那还要炸毁各个港口以外 那还要什么 还要全民总动员 这也就是民进党当局 听美国的话 就开始修改全民总动员法 那全民总动员法里面 特别有提掉一个条款 就是16岁以上的台湾年轻的孩子们 不管是男孩女孩 一定要列为什么 征召名册里面的名单 那随时要怎么样 动员随时要组训 随时要投入战场 这个全民总动员一出来的时候 可以说全岛哗然 让民进党齐以北清 可是民进党的立委 好像也不敢说不是 目前是国王部说 暂时打住 不再送到立法院来 可是呢并不表示民进党会停止 因为他是在美国人的压力底下 去写这个条文的 而且这个条文是什么时候写的 基本上就是蔡英文在他的官邸的 会客室里面蹲在地上 跟几个军方的人员炒泥出来的 不要以为就延长兵役有 这个也有 所以蔡英文奉了美国的命令 要把16岁的男孩女孩推上战场 这个是一个既定的一个方向 他们只是目前不敢提 但是他们会找机会来提 就像是从美国进口 莱克多巴胺的牛肉是一样的 那美国为什么这么坚持呢 他觉得说你台湾16岁以上的人 不愿意上战场 那凭什么我们美国来帮你上战场 这个说来也言之成礼 所以蔡英文最近 在228前后就不断的讲 要全体台湾人 守徒有责 但是他不说的是什么 其实台湾目前的状况 不是守徒有责 而是什么 守徒有责 你要守住台湾独立 这个责任 要为这个责任去打仗 所以归真究底 台湾因为两岸的政治问题 没办法解决 才可能发生战争 如果政治问题可以解决 那战争就不必要的 因为什么 因为台湾跟大陆之间 会爆发战争的理由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理由 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统跟独的政治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如果政治人物没办法解决 没办法去找出一个方案 既符合统的要求 也符合读的一个要件 那如果找不到这个方案 全世界这种方案很多啦 但是就是你如果台湾地区 找不出这个方案 那爆发战争的危机 随时会存在 也就是政治人物 无能去处理台海两岸边的 这个政治问题 那一方面要独 一方面要捅 那最后只能用战争来解决啦 那战争来解决啦 就会美国人讲的说 你海军空军就会被消灭 那接下来的话 你只能打陆军 那陆军又可能很大的伤亡 台湾正规军大概只有 陆军大概18万吧 然后美国人兵推说 至少陆军要死亡8万人 一个军队如果死亡超过一半 这个军队基本上就废掉了 那如果死亡接近一半 那这个军队也不会有战力 这个大家要有这种概念 不是说我剩下一半的还可以打 因为军队里面是有机的组成 当人数伤亡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失去战力 所以陆军分成几大战区 就不一定管用 那接下来 政治人物政客不行 接下来推给军人 那军人又不行的话 就要推给老百姓 要求老百姓守独有责 觉得台湾独立是大家的责任 要上场去打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到底能不能打 当然16岁以上征兵会不会真的发挥作用 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有疑问很多了 第一个我们大家想得到了 在台海如果爆发战争 可是跟俄乌战争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很简单 因为俄乌战争 俄罗斯从来没有要消灭乌克兰的政府 因为他们认为 泽兰斯基也好 或其他也好 是代表乌克兰政府 所以俄罗斯从来没有说 要进行斩首战争 那竟然不进行斩首行动 所以泽兰斯基就可以每天演讲 每天在街头巡视 也不用担心会针对他 进行什么斩首战争 像俄罗斯在打这个车臣战争的时候 因为车臣很想独立 俄罗斯说你没有资格独立 那就两方面就爆发战争 俄罗斯才斩首行动 车臣的领导人一个一个被铲除 有的他的最高领导人 原本是拿手机打电话 结果就被俄罗斯的飞弹给瞄准 直接的用飞弹把他斩首了 所以车臣战争就在 俄罗斯的斩首行动底下 一步一步退却 一样的道理 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就表示大陆当局 一定要把台独当局的领导阶层 全部剩除 那全部铲除在第一个时间 就会被铲除 不会等到后来 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个时间 就会使得 蔡英文的官邸 总统府 国防部 恒山指挥手 全部陷入河海 还有包括公管的空军指挥中心 也会全部陷入河海 换句话说 可能在第一个时间就不存在了 当然有部分人可以躲到地下 躲到飞任地去继续指挥 但是还能征召16岁以上的吗 可能就是很大问题 要靠谁征召 靠警察吗 靠台北市长吗 靠哪个县的县市所长 都是出问题 那所以第一个 这个16岁这样征召的可行性 是指的存疑 第二个即使可行 这些人也没有战斗力 为什么 因为现代的战争的 对于士兵的规格要求很高 因为所用的武器 相对的即使步兵也很先进 所以你所用的武器 以我们这一次看到 阿特木的战争的时候 就观察了出来 俄罗斯的瓦格纳军团 全部是专业的军人 他们表面上是拥兵 事实上就是募兵制 给很高的待遇 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使用非常精良的武器 那反观乌克兰这一方面 他的精锐部队 早在第一场战争 所谓马里乌坡战争 大概就被消灭的差不多了 所以剩下的就不断的从什么 去找义务兵役 义务兵役的兵员 说起不客气一点 训练个一两个位就上战场了 面对瓦格纳这种专列军团 基本上从这场战争看出来 那战力差太多了 那根本是派不上用场 只是一送死而已 那如果像乌克兰现在有没有想要更年轻的 往18岁以下找 他不是没有 但基本上 这个战斗力 完全不及格 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又想要16岁不分男女 他的辩解是说 哎呀 难的可能到兵工厂里面去帮忙做炮弹啊 因为每天打的炮弹太多了 我会不客气讲 台海发生战争已经没有时间 也不可能有时间可以做炮弹 因为台南 这个台湾不像乌克兰土地那么大 在第一个时间 所有兵工厂都会陷入火海 那我会跟他讲 为什么会陷入火海 因为台湾的各个军事基地啊 在这个地图上标示的地点 在全世界都是透明的 少数的一个隐藏的秘密基地 有但是不多 也发挥不了太大的效果 我们先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伤能力 还有德国氧干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